建筑往往是人们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 台北不单单只是一个科技行政的城市 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建筑中 也包含许多过去传统的灵魂 过去台北市文化局 在推动保存与修复文化资产的基础上 已有阶段性之成果 2012年创新推动老房子文化运动计划 将台北市的闲置空间再次活化起来 我们就看到很多的一些具有文化资产的建筑建物 就不管是古籍的身份或者是历史建筑的身份 它在那边荒废 所谓荒废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人去用它也没有人去修复它 我们指定了大概一二十年 甚至是更久都有可能 没有人去用它也没有人去照顾它们 可是我们没有来接预算 我们非常的清楚 我们没有足够的预算 去拯救这可能是 好几十栋八十几栋也有可能 我们希望是让大家看到 或者我们希望的是说 换起一种所谓热情 对文化资产修复的热情 透过这些机制的一些设计 或者是一些行政手段的一些所谓的安排 然后让大家觉得是说 做这些事情是有意义的 大家一起来 自2013年起 陆续有许多老房子 与民间单位媒合成功 再次打开尘封已久的大门 并添加了许多创意与巧思 让这些老房子 在这个城市中 展现出新的文化风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肉水之后木材就会开始有一些潮湿的状况 那这时候白蚁就进去了 所以其实它后来我们有发现甚至有活体白蚁 就是有活的白蚁还在里面活动 所以可见里面还一直在持续的破坏当中 所以我们后来做了检测之后 发现其实这个的破坏的状况 跟当初第一眼所看到的那种状况 其实是有点落差的 这些新建于日去时代的宿舍 也因为多年无人居住与维护 损毁状况非常严重 但是我们也不难从他们的主体结构中 看到这些老房子的特色 我们第一次进去的时候 其实跟绝大部分台湾 现在保留到现在的日式宿舍 它基本上已经呈现了一个相当破败的状况 但是在这个破败的状况之下 我们还是可以很清楚的 看到非常特别的这种装饰艺术的表现 中间就是客厅的部分 还有外面的廊道这一部分 它整个层次其实相当的清楚 所以虽然它整个已经很破败 但是我们进去的时候 基本上觉得对它的整个形制 还有它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装饰的一些角度来看 事实上也觉得非常的特别 非常的难得 隐身于巴德路二段巷子内的一号粮仓 占地约两百坪 是标准统治仓类型建筑 二次大战期间 日本人为了防范台北桥招轰炸时 台北恐有断炊之鱼 才会在市区的中心地带新建粮仓 目前在台北市这类型的建筑 一号粮仓是仅存的一栋 文字法它里面对于古籍跟历史建筑 它其实大概就有做了一个定义的分别 那么相对来讲的话就是 等级可能稍微没有那么高 但是觉得还是有保存价值的 可能官方就把它定义为一个历史建筑 那当然修复还有一个文字法所赋予它的重点 就是要保留它的原有的形貌 那当然是不违背这个保留原有形貌的 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我们去做后续的再利用的修复 整个房子修复的部分 我们大概是会采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它的格局 必须被完整的保存下来 那在整个勘用的部分 那我们也尽量要保存下来 那必要的时候才进行抽换的这个部分 除了市区的日具时期建筑之外 位于台北市阳明山山子后地区 还有一群别具异国风情的房子 这些别具特色的建筑 不但散发出独特的文化风貌 更是武林年代中美关系的见证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阳明山山之后 它很特别 它并不是单一的一栋房子 或一间房子 那这里面说实在 在这一区里面并不是建材的特别 而是它之前一个美军的眷村 所以它是比较像冷战时期 房子是美国南方式的平房 然后它会有院子 然后它也有围里 然后围里不是很高 所以这边的保存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生活住宅的格局跟氛围 是比较特别的 一间的那个老房子的老编号都在 所以希望以后租的人 留着 不要把它弄掉 像那个F区 美和单位之一 向和有限公司 是有一群居住 或喜爱这里的志工所组成 他们关注美军宿舍的保存问题 已经有一段时间 透过台北市文化局 老房子文化运动 美和平台 让有心经营的单位进驻 在做完调查之后 德标团队会制作 细部修缮计划书 经由台北市文化局委员 审核通过后 就开始进行修复工作 而在另一头 另外一家美和的食品烘焙业者 正在举行开工典礼 不知要将什么惊喜 注入到老房子的元素中 食品不再是 只有好吃 用好的原料 这样子的一个 很简单的一个表现 那也是很伤老 就觉得蛋糕怎么样 跟文创结合 朝这方面去思考 会发觉 其实我们这个产业 有很多东西 可以介绍给朋友 有一些蛋糕很多历史 去了解说 整个从美军进来 这一段年代 其实影响台湾很重要的 一个烘焙的一个过程 会发生 到美军进来 感觉到 我们的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其实 4-8-1的状况是还好 可是2-7-4的状况是非常糟糕的 它幾乎裡面也都發霉 屋頂也漏水 然後玻璃啊 幾乎所有的都破壞得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有一些牆壁 因為它原本的牆壁都是木座的 所以它木座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拆除 但是主結構我們都沒有變動 還是維持我們原來的促衷 希望它的外觀維持原來的不變 然後就是裡面的格局 也希望能夠維持它原來的 以四八一來講 我們幾乎維持它原來的格局 都沒有變動 窗戶的部分 我們也把它恢復它原來的 然後裡面的格局 我們也把它維持到它原來 但是就是把屋頂的部分拆掉 因為它屋頂已經腐蝕得比較嚴重 就是天花板的部分 所以我們只把天花板拆掉 值得一提的是 這些歷史建築在修復時 更需要假設工程來保護它們 所謂的假設工程就是 工程施工時所必須施作這工程 但工程完工後 又必須拆除這項目 我們在修復之前 我們就希望做一個 比較完整的一個防護 所以現在在那個現場可以看到的 就是它們其實已經做了一個 一個棚架 一個棚架 那這個棚架最主要就是在 屋頂在修復的過程裡面 做了這些拆解 這個部分當然是假設工程 做了這樣必要的防護 那在這個拆解過程裡面 可以保護這棟房子 不受颱風下雨 這樣的一個損害的一個狀況 在下雨後 我們在下雨之後 在下雨之後 放開它們 然後再整理好 用水 放開了 然後再放進去 再放進去 補充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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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我們老房子最重要的危害就是我們的防水防腐跟防蟲的部分 我們白蟻房子我們使用的是德國型的耳戰式系統 我們這耳戰式系統應該可以讓我們在整棟建屋周圍一兩公里以內不會再出現白蟻 在施工過程中有時彷彿尋寶一般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驚奇出現 車棟建築物我們拆解木構建已經拆解到了一定程度 我們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特點 那我們看到這邊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兩道牆中間多了一道矮牆 那這一道矮牆是做什麼作用的呢 它可能對於我們的支撐性有一個穩固性的檢證作用 那這個東西在我們老房子是不常見的 那只有在我們這一棟建築物所發現的特點 在拆熟工程之後為了再次加強老房子的地基 修繕單位就會進行地基結構補強之工程 因為這個房子久了那在當初設計的時候考量就是恢復舊之後 然後希望它的結構再增強一點 那就是設計的這個基礎 在整個結構體比較受力的地方做一下結構的補強 讓這棟房子的結構更穩固 所以才會做這樣的基礎 工程這樣子 在古蹟修復過程 一磚一瓦 一草一木 都有許多值得被保存的地方 就如同這些被拆除的木料 如果狀況還不錯 還是需要一根根去整理 讓他們再次回到這棟建築物中 我們這一次的話原則上 請營造廠找了三個類別的特殊工像的老師傅 第一個是木座 那第二個是瓦座 那第三個是泥座 那麼這三個基本上大概就是我們在修以前這種 歷史性的這種日式宿舍的時候 最重要的三種比較特殊的工像 那麼木座而言 當然現在的木座跟以前的木頭房子狀況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必須要找到對以前的這種木構造的房子 比較有經驗的工匠 這種老師傅他們才有辦法去試作 這些木座師傅們將古式的工法以純手工的方式來施作 其中的奧妙就藏在木工中 結合兩個或多個構建的方式 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謂的筍毛 這個是燕尾筍 我們以前是說三個筍 三個筍就是說 他外面比較遠 裡面比較遠 筍要縮下去就扭不開 所以說這是以前的老師傅 以前的時代團下來 我們知道 現在大家都學教育 以前的方式就好做法 現在落落 工順到無順 落落 落落 會扭不開 你說那一隻那個 古甲 那個是照原來的那個消負啊 對 我們撐起來就沒人 原則上呢 文化局這邊 就是除了把這棟房子交給民間去做修復跟經營管理 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文化局都會不定期的來做一個訪查 那確認說 有沒有按照原來的所謂的規劃設計的書圖 去按圖施工 一方面也確保了所謂的文資的一個價值的真實性 那另外也善進到我們 對於整個工友的歷史建築 做一個比較好的一個處理方式 呈現日式木座房屋的原貌 是這次施工的重點 但是有時候因應安全性的考量 會在木結構中加入新建材 就如同在這次修復中 坐落在新生北路的日式宿舍 是唯一一棟兩層樓的日式建築 為了安全與結構的原因 特別增加剛架建材來補強整體的安全性 這也是因應時代需要而折中的做法 那在這個房子裡面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它的污瓦的部分 考量到就是說後續的一個再利用 跟後續的管理維護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新的工法 會引進到這棟修復裡面 那舉例說在屋頂的部分 在黑瓦的部分 我們把屋瓦拆卸下來以後 能夠用的我們就把它留下來 然後集中的把它重新安置在 另外的這個另一斜面的這樣的屋頂 那有一些就必須採訪做的部分 重新來做施做 這個舊瓦因為之前就是有夯灰 所以說要舊的 像這個舊有的要稍微清除一下 到時候瓦片整個都蓋好的時候 再整個夯灰 那首先是大木匠師先把那個 整個屋頂的木結構先完成以後 我們再來鋪那個防水毯 那防水毯是有雙重的效果 就是瓦片蓋起來以後 下面還有防水毯 因為下雨會趕潮 所以屋面瓦下面還是會有水 防水毯鋪好了以後 就是做下水條 讓水可以順著屋面流下去 就是這樣子 再來瓦條定好了 就是在最開始可以蓋瓦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像這個 烏瓦的瓦條 這個固固一定要放在這個瓦條的上面 不然就是滑下去 就像這樣一塊一塊的放上去 現在尻尾 來吧 都是找人隙營了 四處 就像shire 我不相信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水表 最爱水场的水表 那我们水必须从这边再建立去配心的 因为它既有的管路是铁管银肉生锈肉水的味道 那我们在这两间屋子里面 我们所用的材料都是以木头 以红砖 红砖墙 还有铁剑 实质的披图 就是披图里面我们要加石灰纸 就是美国南方厂长运用在墙壁上 做的一些粉饰 能够防水 然后又能够不让它发霉 那这个烟囱在481 274 我们都是全部把它保留 没有动它 而且我们希望481 我们能够把它修复成可以使用 这边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 我们就想留有它原来的那个底 所以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呈现它 历史建物里面的结构 原始的结构 这是它原来的墙 以前的红砖跟现在的红砖已经不一样了 当然这种苹果地板是比较古式 但是这种地板它将来的耐用度 当然就比现在很流行这个气口地板 因为这种地板铺在它的施工法 要取较环杂 然后铺在地下要水泥地 而水泥要干净 然后还要磨这个漬子这个胶 贴干了等胶干了 然后再经过用这个大机器再把它磨平 磨平以后它还在表面还在吸亮光机 气起起来很光滑 而且它的这个耐用度至少在50 40、50就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它这个苹果地板的好处就是说 虽然工作很繁杂 但是它这个耐用度 比一般现在的流行这个气口地板 好处多多了 日式宿舍的重现 除了木座瓦座之外 其中还有竹边墙与泥座工程 也是师座的一大特色 何谓竹边墙 就是用竹子来编织 竹子交叉的方式来编织 竹子作为墙的结构 因为早期大部分都会用竹子 要不然就木头两种 竹子它比较 它的材质比较硬 而且它比较不会腐蚀 在完成竹边墙诗座之后 接下来就是泥座师傅的施工 它最主要就是土 还有稻壳 稻草 也要加一加砂 砂它才 那个田团 它连你的才会融化 融化把它分开 它就是 比较容易散热 但是它它强 它有那个密度 密度性比较好 它就是等于 我们那个头到齿 那样不一样 大起来像东南夏凉 比较凉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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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凉凉凉? 对 其實在建築上我們也有個特別 雖然是日式空間大家想到都是木頭 那其實我們現在會用一些像玻璃 金屬銅之類的材質來做我們一些比較細膩的設計 那包括在大片的玻璃窗 然後包括它的外面會用玻璃雨淋板 就是大家都知道日式建築的外面是雨淋板 是木頭一片一片把它疊起來 那我們現在是想用玻璃材質去做雨淋板 現在目前是在台灣從來沒有見過的 在日區時代的時候空調的部分其實是不存在有這個東西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架高房子 那地板以地面有60公分 然後上下是空風的 所以它其實是很舒爽的一個環境 那為了因應現代的生活必需需要 所以就增加了空調的部分 那空調我們也都用禮蔽式的方式 跟整個歷史建築的生活氛圍 然後做了局部的隱藏 那也符合了舊建築 然後新的設備的利用 中新的遵守 屁滅 餘下的玻璃鬥 代表 平衡 坐著 什麽 陰法 質 氣 餘下 克 馬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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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整理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 它好像露出一些曙光出来 以前早长得很高 我们看不进去 可是现在我们有规定是说 你不能再把围墙除高 你以前自己改变的要把它拿掉 恢复它原来的那个style 你就会发现 它比较友善 会欢迎这区别人进来 那这个改变的话 我觉得在公共利益上是很重要的 除了建筑物的整修之外 为了能展现当初美军住在这里的风貌 特别在装饰方面用了一些心力 去搜集50与60年代的饰品 让整栋房子不论在外观与内装 呈现出当时的氛围 让多年后的我们 也能在这些房子里体验过往的时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房子文化运动 不但让这些台北的老房子 再次展现新的生命 并且透过不同团队的媒合 与创意的激荡 也跟着赋予新的生命 然而这些改变还在持续着 也许某天你会在台北街角 和这些老房子不起而遇 再次透过他们 体验着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